大陸因为他建军95周年 习近平重申 不允许分裂中国 习近平说军队就要聚焦 备战打仗 干嘛养你们这些部队 就是要打仗 打仗就是要打赢 另外赵立坚 他说 佩洛西说访台湾 大陆的军方会怎么做 他说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讲的 7月31号 位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 举行解放军建军95年招待会 颁发奖章 行李如意之外 中共党媒求是 也在八一建军节当天 回顾五年前 习近平在建军90年时的说法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我命令 全军指战员 大陆央视重播习近平五年前 对军队下的指令 要求随时备战 但放眼未来 解放军要面对的国际情势 恐怕比当年更复杂 日前美国海军宣布 要在2045年 打造出373艘载人舰 加上150艘武人舰的舰队 大陆媒体就直言 这是冲着中国而来 据统计 截至2020年底 解放军舰艇总数 已经达到360艘 超越美国的297艘 但要比航空母舰数量 性能跟盾位 还有不小的落差 再看国防运算 今年美国是8000亿美元 中国大陆则约合 2155亿美元 但比起美中长期竞争 眼前更迫切的问题 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随时可能到访台湾 我们已经多次表明 坚决反对 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 严重关切和严重立场 一号下午 到了外交部重申 解放军不会坐视不管 必将采取反制措施 好 刚刚我们听到 海空军都觉得 情势很紧张 而且就算不打 他们以后的操演 也是非常辛苦 神父需要代表文人讲话 是的 我代表文人之前 我首先要给你 这不是第一次 我要给你一个很善意的 小小的忠告 因为你刚才讲到 佩洛西82岁的时候 你的口气跟你的脸色 非常的不敬 我比佩洛西大两岁 我要好好的告诉你 你这样要选总统 老人的票也很重要 一天待会欺负老人家 怎么可以这样 你搞错了 我对佩洛西是 我是觉得他真的不错 我讲了上面他多少次 不是 你讲82岁的口气不好 没有 82岁他还能够精神这么好 体态维持那么好 意志那么强 我其实从某个角度 我觉得他这点是蛮值得钦佩的 没有误入的意思 好 其实我代表文人 因为我们听了两位退役的海空军的 将领的讲法 还有其他几位 都类似营造一种比较紧张恐怖的气氛 我有不一样的感法 我是台湾境内 我自识为最大支的婚教 婚教你听好吗 歌子 歌子 对 我为什么不会打伤 怎么会打伤 我这次贵婚教你 刚刚张司令讲的 说有三个可能的动作 前两个是一个进而不破的一个结局 第三个你说插撞 我的看法是这样 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插撞 就没有人想到会插撞 竟然插撞 这个竟然你也想到会插撞 就不会插撞 因为这个已经酝酿这一段时间 而且大家说你拍的队伍这样 我拍的队伍这样 这怎么会插撞 你那时候大家会特别小心 是的 而且是不愿意的 除非老美故意挑衅 想要打仗 老中绝对不打仗 因为现在老美已经有一部分讲 说他现在大大小小 我在第一岛链还不见得会赢 我要退到第二岛链 真的退到第二岛链 台湾就完蛋了 台湾就在第二岛链的后方 你知道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死定了 这个岛链的前方 对 我们就死定了 所以我觉得 但是同样的 老中也觉得说 我现在虽然比以前不一样 20倍 30倍的强大 但是真的要在第一岛链跟你拼 我没有胜仗的把握 没有打赢的把握 第二点 这个真的打起来的话 这个战火不只是在地岛链 还到我家门口 还到我本国内 如果理想的境界是到加州的外海 打到近山湾 打到旧金山湾才对 我为什么要在我家门口打仗 第三点打仗的结果 他朝思梦想的要把台湾拿回来的 你觉得台湾 因为打仗的结果会越来越近 还是越来越远 当然越来越远 我跟你讲 你觉得老中有那么笨吗 老中是这个面子一定要的 我跟你讲 老中非常在意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你们两个如果想尽办法 要让台湾越来越像个国家 就是有一个主权国家的样子的话 他绝对受不了 你什么捷克 立陶宛 澳大利亚来 做同样的事情 他比较不在乎 你这两个国家你给我搞这些 我刺可忍 手不可忍 我如果不表演一下给你看的话 那你等一下得寸进食 你等一下比佩洛西更重要 人一个一个来的我怎么办 所以我一定要防患蔚然在自敌于先 所以这些你刚才讲 那边有经验 那边有经验 你讲得非常好 这是一个演字 上面一个金 当然是要出玩具 就是海空的玩具 但是就是演 他们尽量的演 演给大家看 一个月以后 我在这里讲大话 给全国的观众讲 一个月以后回头看 这就是一场浪费人力物力 劳民伤财的表演 而且没事 但是他会惩罚我们 他会惩罚我们在军事外面的领域 比如说外交 经贸这些 就让你有感觉 但是绝对不是军事方面的痛 绝对没有痛 基本上就是说 其实我认为美国 其实已经给老共面子了 因为他一直公开讲军方反对 这就是通常美国总统 不应该讲这个话的 军方不干政 你在白宫里面讨论 肯定这会拿到总统 公开宣誓军方反对 那你军方是干政吗 是反对吗 他就故意讲 拜登没有那么糊涂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一方面就跟解放军说 我们军方是反对的 没有要挑衅你们 没有要跟你们冲突 军方都反对他去 他非去不可怎么办 这是一个 第二个美国军方今天已经讲了 他说老共你不要过度反应 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一直掉入你的陷阱 以前都是我们劝老共 你不要掉到美国的陷阱 美国想打 你不要跟他打 美国军方现在说 我们不会随着老共 不会掉到他陷阱 意思是说你老共居然什么 我也不会跟你冲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插枪走火可能也不大 所以插枪走火是两边 在那边尬来尬去的插枪走火 美国已经讲了 说我不会随你起舞 你要发脾气你发 你对佩洛绪发 我不会随你起舞 赵主长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看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说 佩洛绪质疑我们撤邀 但是他还要来 就是说萧美琴已经 本来邀请他 不邀请了 记者今天也问萧美琴 萧美琴说传言不识 他讲得很模糊 并没有说我们哪有 我们是坚持邀请他 也没有 他就讲一大堆 就是比较看起来 模拟两可的话 到底怎样 你有没有内线消息 我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个消息 我其实这样讲了 其实我觉得萧美琴 萧大使 为什么会讲得比较模糊点 是因为政府从上到下 到现在其实没有证实 佩洛绪这一次的访谈 所以他需要回应这则新闻 但他同时又不能证实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的主动权 是在佩洛绪身上 这主动权并不是在我们政府身上 我们政府其实是不适合 来宣布这一次的访谈 的一个消息来源 所以其实我认为这个消息 大概是不可能 有存在的一个机会 那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你从一个整体 从国会支持台湾的声量来说 这个是经过长年的一个培养 这个甚至于是不分政党 是国民党 民进党 不管在谁担任大使 谁担任外交部 长期的在经营国会 所以你不会透过这样子一针 然后就把过去我们几十年 来累积的人脉 就这样全部打趴了 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是确实 而且传出来的话 对台美关系打击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但从第二个层面 我觉得刚刚提到原则问题 其实我认为驻美代表处也好 外交部也好 我们国家也好 其实只要是外兵来 只要是重要的美方正要来 来者是客 对不对 你有什么立场去反对 你就是欢迎就好了 至于说要如何去谈 要谈什么 这个后续再来讨论 但是我认为不太可能说 人家都还没来 你在那边传话说 我们不欢迎 我们不支持等等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 但是我要回到一点 其实为什么美方不太了解 为什么中国对这件事情的 抗议会这么大 就算美方其实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也就说什么 今天拜登他虽然是总统 但他是行政部门的首长 佩洛西是立法部门的首长 两个人理论上是平行的 是互不隶属的 也就是说今天就算拜登 他真的是很下心了 他说你不要去 但是佩洛西也有权说 我听到了 但我还是要去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 比较不了解的 你中国共产党你是属于同个党的话 当然你就是听上层 你听话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从中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误会 也就是刚刚赵大哥提到 我觉得美方已经自立在解决这一场误会 去跟中方去说清楚说对不起 他真的不代表行政部门 他是一个立法机构的首长 所以你也必须尊重我们的立法机构 不要请我们的行政机构 持续的去压迫我们的立法机构 去逼立法机构做出他不想做的事情 好 那么你看接着来了 英国下议院外交委会年底要率团访谈 为了是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一个一个都会来的 胡锡进环球时报前总部 原来很凶的 对不对 现在好像看着佩洛西真的要来了 好像有一点泄气了 就让他去吧 也是 你不让他来怎么样 他就是要来 要怎样 佩洛西原来想到日本旁听安倍的追导演说 结果因为日本的在野党反对 安倍跟统一教什么关系 搞清楚 统一教就怎么回事 等等 你自民党跟统一教什么关系 所以现在把对安倍的追导演说 延到秋天 自民党决定把它延到秋天 所以佩洛西看来本来说要去听 大概也没办法听了 另外金门跟厦门的海域 多艘中共海警船出现了 佩洛西今晚来谈的第一线紧张 我刚刚看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美军冲绳基地今天刚刚 八个战机起来了 五个加油机需要那么多加油机 为了战机加油 八个战机起来 五个加油机 一共十架架飞机起来 老共又宣布在浙江沿海 连续三天实弹演习 连续三天实弹演习 然后另外渤海 渤海北部也进行军事演习 8月2号10点 今天晚上10点 到明天下午3点钟 禁止驶入 所以有船通通不能进来 所以老共也到处来演习 所以老共也到处来演习 可是这好休息 这是买 which 闻一公断和修夷 西纳 一个体面是 西纳 4岳 西纳 西纳 西纳